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切大臣也趁机来捣乱 居然带着自己手上的士兵反过头来攻打自己的国家 这太可恶了 皇上十分生气 马上派出自己的军队去收拾这帮不听话的大臣 李赫知道后 心里也想为国家出一份力 虽然自己不能上战场打仗 可自己会写诗呀 于是 在军队快要出发的时候 李赫大笔一挥 写下这首《燕门太守行》 给士兵们加油打气 《燕门太守行》 黑云压成成玉催 假光向日精灵开 脚声满天秋色里 晒上烟枝 宁叶子 半卷红旗红旗淋淋水 霜中骨寒生不起 暴君黄金台上翼 提携玉龙未君死 黑云压成成玉催 假光向日精灵开 这两句诗写的是 城外的敌人像乌云一样 黑压压的一片不断逼近城池 城池好像就要被摧毁了 城上的士兵们马上摆好战斗姿势 他们身上穿的铠甲在阳光的照耀下 像金色的鱼鳞一样闪闪发光 叫声满天秋色里 晒上烟枝 宁叶子 而这两句写的是 在一片荒凉的秋景中 响亮的号叫声在空中回响 士兵们英勇地向前冲 那些像烟枝一样的鲜血染红了大地 在夜晚凝结成了紫色 半卷红旗淋溢水 霜重骨寒生不起 深夜里 士兵们趁着敌人在休息 准备偷偷袭击 一阵阵寒风 卷起了他们手上挥舞的红旗 大家拖着疲惫的身体 渡过一水河 来到敌人的阵地 正要进攻时 士兵们打起鼓来 响震做精神 结果鼓上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霜 敲不出声音 大家又变得无精打采起来 暴君黄金 台上翼 提携御龙 为君子 就在这时 士兵们想起了自己的责任 我们是为了报答皇上的信任 才会拿着宝剑去英勇战斗 所以 为了保护国家 即使付出了生命 也是值得的 大家发现了吗 市里有一个最突出的特点 就是充满了鲜艳的色彩 比如诗的前四句 你看 黑云是黑色的 精灵是金色的 燕汁是红色的 后面还有紫色 短短四句诗就出现了四种鲜明的色彩 组合在一起 就把战争激烈悲壮的画面 一下子带到了我们的眼前 所以啊 画面的颜色十分重要 小朋友们以后看到其他的风景时 也可以多多观察风景里的颜色 这样就能把画面写得更加动人了 比如 我们去到海边 看到了蓝蓝的天空和大海 可到了黄昏时 红通通的夕阳 不光染红了整片天空 还给蓝蓝的大海 添上了一层金黄色 看 这样用颜色写出来的风景 是不是很美呢 李赫的这首《燕门太守行》 用了丰富浓烈的色彩 描写了激烈悲壮的战争画面 表达了士兵们报效祖国的坚定决心 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大的震撼 最后就让我们一起来朗诵这首诗吧 燕门太守行 黑云压成成欲催 假光向日精灵开 脚升满天秋色里 塞上烟枝凝叶子 半卷红旗淋溢水 霜中骨寒升不起 暴君黄金台上亿 提携玉龙未君死 下期节目 我们要认识的诗人呢 不仅擅长写诗 而且还写得了一首好文章 是谁这么有才华 西瓜姐姐下期再告诉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